在我们套路中像撑起势这个动作 包括行李还一回失 包括我们起钻 起抱 这些动作都没有保姿的一个作用 当我们照片对方的门 那么前冲之后一提 那么对方可能还会后撤 那么这个时候肩膀就一阴一扬 然后接下来 无论是侧摘 上提 循环的杂 都是可以的 假如在这个面上 如果我们用保去击打他一下的话 身体一靠就往整个人就飞出去 而是如果我们照片门口之后 照片往后一拉 照片门口之后在这个时候 一砸 二个下压 二个下压 用力量都能相当努力的 因为它直接的作用和对方的重心 它的中途线长 所以保这个动作 希望大家能够尽量的应用 包括如果你的保撞到胸部上 会把胸部撞碎 撞到肋部上会很没给它撞成肋部 例如你的挫伤 大家回去之后 跟所有伙伴训练的情况和注意安全 加微信 实用行义的PE 进入我的学员群